记者徐盛伦新北报道,新北市永和分尸案警方左逮回飞一美籍男子Inwater Dane Pant以及双重国籍的吴轩,但还有一名嫌犯绰号AZ的美籍男子孙武生在逃,警方今证实,孙武生早在东窗事发22日当天就以前逃出禁止菲律宾,警方宪政积极追击中。 警方也提及,二嫌犯手法之凶残,死者Ryan面部完全看不出长什么样。 警方调查,AZ,Pant令吴轩购买刀具,包含线具,二把开山刀,手套,磨刀石等,共花费约5000元,完事后AZ给了吴南7000元,2000元算是给吴南的酬劳。 警方说,案发当晚,21日,AZ,Pant等二嫌带住所有刀具,换系衣物,自办华旗与Bike来到中正桥下新店西畔,研判二嫌做了如此多事先准备,加上两人与Ryan原旧事旧时,故应是采用伏击。 见Ryan牵住狗来到西畔,趁其不备上前攻击,警方由香燕结果推断,AZ,Pant杀人手法残忍,二嫌上前先用线具勒搏,甚至拉断线具拉环,可见力道之大。 Ryan这时已无法喘气,但手脚还在反抗,二嫌拿出开山刀一阵论劈,背部有清楚两处刀伤, 最夸张的在脸部,几乎面目全非,用刀劈得断气八糟,牙齿都被砍断两颗。 二嫌见Ryan以断气变在河岸阶梯上进行肢解,断肢,头颅由塑胶带装好丢入盒中。 历经一小时犯案,二嫌还在22日凌晨1时许,被拍下智勇和某超商买啤酒,疑似回家庆祝。